我是顾迎野生生物摄影师 我是从2016年的6月开始 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拍摄的 到现在第三年了 主要是拍摄的以藏里扬为主的各种野生动物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比较熟悉南北极 有一些人他甚至不知道我们的地球的第三极是青藏高原 藏里扬确实他是能够代表第三极的这个动物 第一眼看到藏里扬的时候 我其实是没有看到羊的 我就看到远远的尘土飞扬的 那就是藏里扬跑了 为了不被他们发现 我每天早上天不亮 五点半我就要进帐篷 然后一整天全部要在帐篷里面 那么到晚上 天黑了以后 我才能从帐篷里出来 看着羊了多天了 我不打瞌睡的时候我都在观察 藏里扬缠载 还有它交配 打斗 求偶等等 我其实也去过全世界的几十个国家了 比如讲在非洲 南北极 动物都是在你身边 有很多机会可以拍摄到不同的这种场景 第三集的青藏高原 它确实与众不同 在可可西里 它是高寒 高海拔 无人驱 甚至被大家称为生命的禁区 没有很多摄影师去拍 尤其是那些比较珍惜的物种 它们都非常怕人 你可能见到它一面都难 我有的时候可能一天都没有一个好的镜头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等待 我比较长地去那边 大概待了近两个月 那最少的都要在里面待上 差不多近二十天 那无人驱里面都没有信号 我最长的一次是二十五天没有洗过澡 连续 很多年以前 青藏铁路刚刚建成的时候 想拍到藏令阳呢 在火车旁边 这样的画面非常难 因为藏令阳 它世世代代迁行的时候 它都是走的这条路线 但是突然建成了一个青藏铁路 对它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那就不会靠近这个桥 我今年终于拍到了这个画面 火车在桥上过 藏令阳从桥洞下过 这说明野生动物 也在不断地去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 当然了也拍摄了其他的很多 比如棕熊啊 藏野驴啊 野猫牛啊 藏狐啊 等等 食物链上那狼 抓藏了羊 然后把它吃掉 像我在帐篷里头 隐蔽拍摄的时候 我只吃八宝粥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大型的肉食动物 它们会闻到这些味道 一个满屏的 而不是裁剪的 棕熊头部的特写 那这种镜头是 作为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 它是梦寐以求的一个镜头 最近的时候就是八米的距离 我就是已经忘记了 我自己应该跑 因为其实在青藏高原 每年都会发生棕熊 袭击人的这个事件 会有伤亡的 每一种生物 它都是非常重要 都有它们自己的位置 保护野生生物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生命是非常可贵的 生命也是非常脆弱的 这也是我在拍摄野生动物时 体会非常深的 我觉得我肯定是害怕死亡的 但是因为自己心里的那个热爱 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有走的一天 关键是 你要怎么样精彩地活着 在这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你什么事 说完 你怎么会跑 你什么事 我你提到